是的,又是我們 是的,今個禮拜經常見到我們 剛才做設計模型的時候 我們也預告了 我們本來今天的節目是 RX3080的開箱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剛剛測試過的卡 表現,究竟這張卡買不太過呢 RX3080昨晚9點開賣 在香港 價錢來說也有幾大陸差 有些卡的價差都可以去到一千多元 最貴的是昨天 最貴的應該有6300至6800 是定價的 有牌子甚至是賣到7800 是的,最貴的是7899 即是說有一張ROG就是7800多 現在我們手上這個 最貴的是Tough Gaming 對,是Tough Gaming 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就是6899 5499 當然其他牌子都有 例如說Galaxy,Gigabyte 微星等 他們都有3080 昨晚都有卡錄了牌子 根據昨天一些現場的情況 今早 今早 今早或者昨晚 其實都被人一聲就要收到 今早 因為一般來說 老場都是大約9點鐘收門 但因為昨晚 因為要就回全世界 就是Air Media的 Alliance的時間 就給香港時間 昨晚9點才開賣 其實昨晚老場都 OT了一會兒 就是OT了一個小時左右 賣了手輪卡 其實今天 中午到 就 頭批的3080 都賣光了 所以今早其實老場 就很熱鬧 有人去買卡 也有人去買PS5 其實我們就 3080這張卡 其實收到實物來說 就 不是真的巨型到 好像之前那些發想 即是因為那張 官方版 官方版 那張 前後散熱風扇 但出到來 反而其他牌子出的 正常三風扇 三風扇 就不用去到2.5 那麼誇張 但反而有問題 其實這張卡的重量都堅重 就平均到1.3KG 到1.4KG 就有 如果你的版本是小版 那承托力 就可能會有少少問題 還有 如果你的機箱 是一些全大型的機箱 後面有機會都可以 把那承托力 去前後頂著這張卡 那它不會燃 因為它的重量都很厲害 還有那個熱性 譬如我們現在這樣 那個熱度其實都很厲害 特別是現在走著這遊戲 在後面溫暖 那那個散熱 在這張卡的上面出來 我現在這樣的高度 感覺下去 都整個風筒 那所以你都很重要 就是那個機箱裡的 那個飛機器 如果你要用這張卡的時候 都會特別留意 另外火牛那裡都要留意 因為我們現在暫時 本身都不知道 可以去拆掉這隻幾大隻火牛 這隻就是 17的850火 那我們就 因為我們現在說 很高而影響空機 現在飛機都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就是i7 多少代 i7 7代 好像i7 7代 在那裡 我們現在說的是i7 7700K 對 7代 我們的CPU就不是很新的 是 但是我們另外有一個Benchmark 就用了10代i9去試 我們先分享一下Benchmark 大家看數字是最開心的 我們試的時候 就試得很足 拿了大量的遊戲去試 其實最重要就是給大家看 到底用盡最高畫質 去跑步的遊戲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是賀爾森 Codon 就用盡最高設定的 Ult 在4K 120Hz 的情況下運作 就平均FPS 會在420Hz 如果下跌下去 就是可能是2K 2K 都可以跑到過150 即是用一隻 以獨立大作 而且是大隻的情況之下 不論是2K還是4K 就跑到那個預期都是好的 即是我們打這些 3A曲大作的標準 就是當它是一隻單機的 或者是一些 以綜持畫質為重的遊戲 我們要求基本上 就是4K是過60 2K是過144 或者過82 其實已經過了一條線 你可以見 即是剛剛叫做登陸PC 所以你基本上試的是 其實它的畫質一定是現在 現行PC遊戲上 最好做的一個指標 我相信相對於 2080 其實2080要走這個分數 都是挺頂盡的 即是差不多摸定 即是比較差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 2070去跑 4K的遊戲平均 就只有30至40歲 是的 現在這個3080 走到這個分數 其實如果你的設定 解像度最高一點 或者是指定 4K 例如我們考慮這個 HDRRENDERING 就是OFF用的 即是你連RENDERING都開了 的時候 我自己試過在4K下面 即是保持著 也有60FIL 在這裏 即是很穩定是有60FIL 是的 那跌下去 1080P 就是會過149FIL 其實都是那句 我們單機遊戲過82FIL 就已經 很漂亮的了 很漂亮的了 即是最高畫質已經是 最高畫質已經是漂亮的情況下 你HDR那些 你穿著重量 自己就試 因為跑分的同事 就沒有特意開到去試 那就是下一隻 下一隻就是 這個就是Division 2 Division 2 Division 2 4K畫質 它都是開到盡的 那就是有6000多分 其實最重要是看那個平均FIL 它平均FIL 有70FIL 那Division 2 你可以打冷機 可以打連線 那射擊遊戲 最低要求60 到了 合格 是的 2K 它難影少少 這樣照讀 那就會是116 那你反過來 如果可能你真的要打對戰模式 那有82 合格 是的 我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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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這條線就有點鬆 那最高畫質那裡 如果是教1080FIL 就是160 那都是算一個極高的表現 那如果說 喂 我原來發現我沒有一個FIL 去打對戰模式差 那你自然可以押下畫質 因為你很執著要打對戰遊戲的情況之下 高畫質並不是必要的 是的 因為可能試了的同事 沒有考慮到這些東西 那它本身就是以最高畫質的方法 那這也同一個 就是視乎你當時的應用 你說我自己玩的 我想欣賞這個畫質的 那你可以 這張卡是足夠你 開了所有效果 而是它走得舒服的 是的 那很多人說 我要對戰 我要Currenty 那個FILM rate 或者FILM rate 是一個高FILM rate 的時候 你就穿了 有關緊一點的Devera 可以 是的 那如果想看Rainchation 其實就有一隻 這個就不一樣了 那它就拿了這個 Core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 去試 那這個就是 開了Rainchation 的情況之下 平均FILM rate 都會限在82 因為是4K 可能難免一點 不過我再說 那它就做了幾個 不開Rainchation 那不開Rainchation 其實你會發現 它4K 是可以升到169 即那個反差也是幾大 其實Rainchation 都是會 影響它的效果 比較多 Rainchation 是那個 導致CPU 導致是很重的 是 98 不好意思 那都拿了30FILM rate 那另一隻就是 拿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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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就選 拿4K 開FILM rate的畫面 那大家可以見 畫面 是有 真是有Rainchation 我們 爛起一點點 我們只能用水 即是這些反光圍 是有做出來的 那如果 關掉的情況之下 就會升到67-70 都有20個FILM rate的差別 因為過頭的鞋子 有白色 我只能用口實 是的 那都是有一些差距 那可以明顯看到 明顯看到 其實Rainchation 都是會比較拖 是有效能 但是整體遊戲 表現都十分之便宜 那講了那麼久 有沒有一些實際的東西 可以給大家看 好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 今次換卡 其實除了遊戲的畫面質素 都會比較好 好了之外 那其實它最大一個壞點 就是它那個HDMI的輸出 那今次就是正式有這個HDMI 2.1 那就可以support到4K60 4K120 那某些卡都可以去到8K60 那但是8K60呢 其實我們自己都試過 就算市面上 現在有一些8K的電池聲稱 都可以進入到8K60 那但是呢 在那個對應遊戲的情況之下 就不是每一個遊戲 都是出到這個解像 為什麼我們試一次 4K120 現在我們的做法呢 就是我們找到市面上 就是這次我們展示的 就是LG 65吋的OLED GX的系列 那這個都是今年Aline 所會有4K120的其中一款電視機來的 那這部比起其他牌子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是有了G-Sync和AMD的Free-Sync經驗的 那暫時都只有這個牌子的電視 就有齊兩個打擊的模式而已 那我們設一次4K的電視機來的 但我們先温柔的螢幕 因為我們試過 先温柔的螢幕 因為我們發現它是不需要雙螢幕 一起出4K高的螢幕 4K120雙螢幕 或者是4K雙螢幕 HDR都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會在單螢幕的時候 我就可以温柔一下 有一點問題 它這裡是4K60的 如果在Windows下面 Windows設定那裡是4K60的 入了遊戲裡面 你就可以選4K120 當然是你那個遊戲有那個設定 那我們看看NVIDIA的控制 panel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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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昨天試過按不到 那可能有少少問題 它可能 這裡按到一點 是吧 因為可能真的有少少技術問題 現在按不到 正常情況是會按到的 不過沒有問題 我們都可以看到 其實電視是可以認到它是給了G-Sync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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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能真的 剛好有些技術問題 可能要重新開 可能我們是剛才插了兩隻波 是吧 我們不用時間重新開遊戲 那就大概去介紹一下就算了 遊戲方面呢 其實我們就找了一些大家熟悉的東西 原來我們都試了很久了 就拿回我們這個 Spice Similator來試 我們現在試過設定 就是這個 因為遊戲每次都要弄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先弄一段時間 是吧 我們不想重新開遊戲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遊戲每次都要弄太多時間 我們現在就是用一個Customer的設定 基本上就是所有東西都調到最高 來做一個參考的 那就是最高的 最高的 Ultra 好 但是HDR有沒有開到這個 按照FixDR 是什麼 在VindowIt 在Vindow切定 是 是 是 軌跡 V星的功能在什麼情況下要開紅不開呢? V星主要是給一些比較低的玩家 因為V星是強行將FES 保格的方式補上去 其實不是真正在溫馨的數字 OK 我們現在就不開V星了 是真實的數字 Welmat 選一個位置 隨便吧 都可以 這是其中一個角度測試 但我們之前試試的時候 其實我們拿一張2080 Super Runs 跑 都是跑不到平穩60也沒有 30啊 4K 30 左右 是4K 30 雖然這個畫面出來 你不會覺得責任 但是在數個分數 它是保持4K 30 左右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在用 它設定不到上2080 我們免得重開遊戲 因為那裡會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所以就算現在平方畫面高過60 可能設定了2080以上 那個畫面可能會更加一個 Binway會比較高 還有我自己昨天試有個情況 就是其實4K 802 都是一個很新的規格 那是要有很多的配合 例如你那條HDMI那條線 是不是一條捉HDMI 2.1 這個步驟 因為如果你那條線不捉 或者是它聲稱捉 但是其實不捉的時候 有機會就算被你過到去120 其實有些... 都是這個問題 那會有機會是閃一閃的 那我們就過去吧 有可能有時候都是一些... Hardware 我們這些 hardware 仍然而遲不足 那可能有一點問題 因為畢竟這張卡都實際 又出了頭幾天 那可能都要等一些 hardware 的更新 一些 driver 的更新才能夠使用 檢查一下那個... 所以不排時我們一旦按下去 Mv 或已經有新才法 遇到他可能已經有這個規格 如果不是呢 我們就一行就... 試一下那個Burns Mask 先用Horizon 先... Horizon 做得快一點 但是我們拿著Burns Mask 刮這個名字 我們就先看一看這個 試一下 因為Horizon 裏面設置到820 那都給大家看,其實它是認到這個程度 那譬如現在的一些電視所謂的Gaming Mode 剛才你也看到,譬如這個電視機有效果都會彈出來 如果它檢查到你放了電腦進去一些遊戲的時候 它都會顯示現在是啟動了一個實時的遊戲模式 那什麼叫電視機有個實時遊戲模式呢 就是一個比較快的refresh rate 去synchronize你的電腦遊戲機的畫面 令到殘影就沒有正常體系那麼高 而且它就會關掉電視機本身裡面一些畫質增強的功能 譬如它經燃了它的video process去處理它的畫質 這樣令到那個refresh rate就會減低一些 就不會像平時一樣的延遲 那我現在在這裡設定了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從一重開之後 公平看到現在的解像是4K 就是3480x160 那我之前我們在插張2880x160的時候 它只會給我們拍到60 就是現在是已經可以將那個refresh rate 入到遊戲裡面的時候 久不久會有一點閃的情況 那我們會再試過 會不會換過一些線 或者再一些貴一點的線 那真的會比較確定 但是其實真的試到那條線 會有幾大的落差 但是它出到來的分數 又或者是它展示出來走的frame rate 其實都是觸人而來的 那當然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收到昨天晚上 就是開始試到現在 那還未試完所有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它開始過了4K60個路數 不過真的會閃一閃 一些問題我們未知 未必解決問題 但很奇怪 我就是懷疑是HDMI的問題 如果我將這個benchmark 設定到4K60 沒有問題 而且它的玩法 是在60frame 是不會掉下去的 不過這裏就盡都比 因為我們Facebook直播 就頂多出好30frame給大家 其實我們實際的畫面 我們很多東西只能用口述 因為直播 你們不能夠現場到實時觀看 只能用口述去說 因為我們拍著畫面這個鏡頭 是只有720 所以就比較差 就是我們看 因為之前就 以我旁邊的螢幕為例 我旁邊的螢幕是一個4K120Hz的螢幕 螢幕規格方面 雖然4K825Hz的螢幕 就今年開始補合的同時 因為大家知道 之後那些PS5 或者Xbox CUX 都會慢慢支撐這個4K 820Hz 或者甚至去到8K 輸出到的情況之下 電視其實都一起 跟上這個高拆心 有20高解像 包括其實現在 後面這隻OLED螢幕也是一個LG出的OLED螢幕也是一個 跟上這個大潮流的一趨勢 比如我們開了G星之後 又不斬了 一時時的 一時時的位置 你會看到那個撕裂的情況其實好了很多 因為如果你那部電視它沒有G星 而這張是MV卡 當沒有G星的時候 那個撕裂情況就很嚴重 當然相對 因為接下來 譬如PS5 或者是Xbox CX 它們推出的時候 Xbox 如果我看回現在Xbox One X的經驗 Xbox很大機會 到時是會有AMD的V星 但是 PS5有沒有呢 雖然它都是用AMD的Q AMD的Q 但是它有沒有V星呢 這個我就不敢包 因為PS5 在PlayStation那邊 就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 是的 為什麼我們會不敢包呢 原因就是 Sony它自己那部電視就沒有V星 也沒有V星 它只有4K60 問題就是 如果Sony自己的電視都不需要 如果我們要使用V星去隔離PS5的時候 可能PS5是沒有的 是的 所以這個就 看看 但我們職場 其實你看到 我比剛才更高 我們已經是4K XR on 我們看起來 BWay反而高105 是的 接近頂 我們可以設定多次60 設定多次60 不閃的情況之下 是怎樣的 Meet the action And display 10560 是的 都是Full Spoon 開了所有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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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們正在拍攝的時候 它開球已經同 了 它們的畫面左 右上 是大了 已經是有HDR 寫的是遊戲已經有HDR 就是你看到現在的電視 它開了HDR 都相當好 有時候我們買電視的螢幕 有時候它進入了某些螢幕 就會跟我們說 但是因為 電視開始注重遊戲模式的情況之下 都會跟 針對這些效果有些提示 可能我們開HDR 我會跟你說 我們現在解像到 是升了上4K 都會跟我們說 這就是 電視開始的功能上 為何針對遊戲去出發 其實如果我們現在現場看 是的 是不是一個遊戲 一定要開4K120呢 會MOVE一些的 就是感覺是會MOVE一些的 那 是不是必須 當然 好像剛才Norman說 你打遊戲的時候 你是想要求那個靚畫質 還是我是在做對戰 對 對 因為120始終 雖然那個畫面很快 但是這時候 是會高一點 60 走起上來 你現在看著 他那個Film Raider 跟剛才一樣 雖然那個環境 現在就設定了 但是他所有輸出 是4K 但他的角落頭過白 那已經是直接不會不同 對 那麼 那樣 你會看他沒有那麼閃 因為那條HDRi的Band Reflare 就沒有拿到運作 所以就少了到使用的情況 但是有些似少滅雨 我們沒有開V星去選擇 那它 那個Refresh Rate 比Panel本身 那個時候就會出現的問題 所以當你正式打遊戲的時候 其實幾部的4K GAMING電視 都有強調有V星的功能 除了你買一件事 有4K 120這個解像度選之外 他們都有一個叫ALLM V星這些功能 所以當你真的打遊戲的時候 玩的時候 你就是要開了這些功能去 令到畫面保持一個比較move的狀態 那當然那個Fill Rate 它就會自動去調節 有時候會高些 有些場景用來很複雜的 它就會慢一點點 因為V星其實本身的功能 就是把所有東西都用 一些可能不夠就會補價 夠的話就可能會抽價 令到它一直都是以一個平均上的輸出 但換個問題 可能畫面會有些少奇怪 因為我們在考Bashmark 考Bashmark 考Bashmark 就不盡量 不落這些人工的測值 去左右表現 當然如果開了之後 你的視覺上 是會移動的 那Bashmark 差不多跑完 那麼我們青鋒有沒有觀眾 有觀眾有留言 現在就沒有東西問 大家都說什麼 或者有沒有觀眾有東西想問 可以在青鋒留言 我們都盡量幫大家解答一下 好 因為之後下來的大小 看起來很明顯 是7月亮幕的分數 什麼 差不多 它現在也是1月 大家可見 其實在T3080推出之後 遊戲趨勢都慢慢開始 你見廠出的已經是 可能是電視開始走向一些高差生率 電螢幕那裡 可能會出一些例如 我們這隻 這隻都是一隻4K高赤斯的螢幕 但是可能是 因為它顏色那方面 是真的跟電視實際 都是相差 因為電視其實 為什麼會好像感覺好些 因為就是 4K120的8K電視 外面有的 但是你要去到8K60的8K電視 就算有都好 都是一個比較高的價錢 那我想這一年 又或者未來2021都好 都未是去到一個相對補給的位置 那還有8K有8K60的電視 那個尺寸是比較大 可能是75吋、85吋 也都不是那麼容易入口 那相對可能4K或者是有4K120的 或者4K60的8K電視 反而容易入口 因為其實 如果有4K60的8K電視 那時候市面上是剛剛出了 那也都是55吋開始 那相對比較容易入口 那留意一下就是剛才說的重點 你如果要跟上這個4K120Hz 或者是一些8K的大廚流 第一留意是 一你的硬件推不推上去 二就是你記得買一條對的電視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接下來你不要說要看到 如果你是接下來那兩部遊戲機 你隨便進一步 它跟著那條電視 希望它有跟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跟著 那條電視 那條電視應該不會有很多電視 是的 但起碼能夠通過了 它應該不會通過了 應該不會通過了電視 那如果你不用那條 你用另外的HDMI線 就要留意那條線 是不是真的通過了 因為最慘的是 有些時候 那個盒印了給你通過了 但裡面的線 未必真的通過了 試過都很像 還有現在坊間沒有什麼工具 可以去測試那條線 通過不通過了 就是唯一試到就是 你拿吉樂電腦那裡 成不成功都看 有的 就是之前我們試過 譬如 Tino 新今年出的M 就是之前我們試過的6700 未來它有些便宜一些 可能是4700 最便宜的2700 也好 因為它今年出的AVM 它裡面是有一個HDMI 測試的功能 它可以幫你測試那條線 過不下到8K 是的 當然你說我為了測試那條線 買一隻M 我今年買了那隻M 我順便可以拿給你試 但如果我沒有的時候 你還是試不到 買了一條線回去 測試完發覺原來過不到 都幾灰 可能你要靠口碑 或者是信那牌子 信到那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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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實上 很多大牌子 就是過往 譬如在影音上 比較知名的HDMI線的牌子 還沒有HDMI 251線 他們沒有出一條 它們聲稱是觸的 HDMI 251線 現在有的 很多時候反而我見到就是香港牌子,大陸牌子 譬如我們自己在用這邊都是大陸牌子的市場 它聲稱DMI2.1,但是我們是保證不到的 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今年比較可惜就是高級影音資源搞不成 就不能去買線,可能現場有不算 而且真的便宜一點,即是你現在出去買 我想你要去旺角買開影音那些 但是你都知道那些線一進去都千千聲 比較貴的,所以就 這個東西如果大家將來入手考慮 可能夾螢幕會好些,即是容易夾一些 夾螢幕除了HDMI2.1,其實螢幕還有 db1.4,db1.4 那相對的兼用度會高一些的 還有螢幕剛才我看到幾隻這些高階段的螢幕 都會跟著它自己跟機一條 叫做ARMSPEC的db的螢幕 因為以我後面這隻為例,這隻就是LG出的 其他款,8月出的 那就是1.27吋144Hz NanoIPS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它有智聲 一,二就是它有DSC技術 即是你只要拿db1.4G下去 它就可以把影像傳說的螢幕 所以這個螢幕的HDMI不是2.1 不是2.1 所以如果你要去到4G120以上 就要走db1.4以上 那會不會DISPLAYPORT是安全一點的出路呢 DISPLAYPORT是沒有那個鎖定 即是沒有HDMI的鎖定那麼麻煩 但是它亦都不支援這個聲音輸出 沒有聲音,就不太適合影音那些 所以接下來你無論是PS5或者是XBOX1 XBOX1都會是HDMI的 所以你就要留意HDMI的 還有所以你說如果你說 拿這些電競膜 它可能有4G120 但我夾HDMI進去 其實可能到時候你在遊戲機的設定 可能它認完之後 都是給你選4G60 那就要在電視機那裡選擇 即是如果你選擇買一個有4G120的電視機 所以你保證至少在硬件上面才能夠 好吧 如果大家有這個3080的問題 都可以留言 有行家留言說 不如買一部M回來收藝50元 設計人的視線 有得賺的 買最便宜的2070 每天都沒有 沒有 剛剛都是FMXBOX 都是HDMI 一定是HDMI 所以就 擺電視的時候要留意 或者買螢幕的時候要留意 坊間好像不多螢幕 螢幕有HD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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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有 可以查一查 所以如果你想買一部螢幕來打遊戲機 打遊戲機 就先留意一下 或者等到11月拿電視機的時候 到時才出手買那隻螢幕 這個沒有問題 看定些才可以買回到電視機 對 買了一個操控器 電腦就沒有問題 電腦始終它有2個HDMI 三個顯示器 你很容易選擇 但是遊戲機 就 選擇HDMI 對 世界上首款遊戲 HDMI 2.1 認證4K 8月hud的遊戲 不是 是由華碩推出的 這個螢幕 但是那隻螢幕的規模 真的 因為剛剛都 我們有沒有在那裡 不是那隻 不是那隻 不是後台那隻 不是那隻 不是那隻 那隻就是8月才公布 找不到一個它的螢幕叫什麼 華碩就會出到一隻43吋的 其實應該叫電視 43吋的電視 小的場上 現在有一點 那你坊間買到48吋的 好幾 是吧 是吧 我們之前都大概說過 其實大車串的GamingWong 電視都是有一些差別的 主要其實都是顏色 那些方面 那些差別是什麼呢 就是電腦 我們用LCD 嗯 那 電視就有LCD 有OLED 有QLED 那如果以個黑色 對比度那些 三隻來講 OLED和QLED都比較好 那當然 也有QLED螢幕 例如Samsung就會出QLED螢幕 不過暫時都未上到4K 因為Samsung主要都是出一些 對 就是剛剛你看完那隻 都沒有 有4K 但是沒有82Hz 沒有HDMI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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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HDMI 2.1 有HDMI 2.1 有HDMI 2.1 有HDMI 3.1 有HDMI 3.1 因為我玩的那隻最少人吃 哈哈哈哈 你那隻GameCube 對 好啦 那我今晚看著打遊戲 那今天開了開了這次 拜拜 拜拜 拜拜